來 我問你喔 我們大部分都是講鬥物喔 可是如果以植物為例呢 你覺得草 一年生草本的生存曲線會是哪一條 樹 大樹 會活往幾年的樹 你覺得它的生活曲線會是哪一條 你覺得樹會是哪一條 樹 那你不要想說樹 哇 大也 高耶 壯耶 就類似大型哺乳鬥物 沒有喔 樹的生存曲線比較接近這一條 然後草 草感覺就像是那種軟牌戰術有沒有 被它拼了這樣 結果草的生存曲線竟然還比較接近高高位這一條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從子彈寵魂律來看 一年生就是一年死 生就是死 有跟大家說過嗎 那你說啊 這草是一年生的啊 可是我看草地上一直都有草 廢後就是死掉了 然後是一個長老的死 它才會一直維持有草 所以其實草很多種子 它是有機會活下來的 那樹就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老樹因果幾十年不死 那你小幼苗你要出來講 所以其實你要注意喔 我們只是一般就無類來講 會大型的 體型大的 行為多樣複雜 特別是期待照顧的 可是你從植物的角度來講 它是另外一番不同的見解 那我剛剛取的這個例子 我平常幾乎不會講 可是有一年的學者有到 那裡出來 它幾乎全死 完全不懂 它在問什麼 所以好像沒有在主角 也不會這個題目 好 沒關係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我剛才剛才說 好